后面是吧 好那麻烦您站在这边 来试试来 二位正在这边 让我的媒体朋友拍一下照片 好 再稍微往中间一点 好的 好的 OK了吗 好 请二位落座 谢谢 这个 桌上最边上的一支麦克风 是的 好 先来跟我们的美女朋友 打一个招呼吧 美女朋友大家好 我是游戏试 大家好 我是游戏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美女朋友 就可以开始发问了 谁先来 想问一下 后边好 就是那个 轻视黄飞 就是轻视黄飞这个戏也特别火嘛 然后因为 确实已经进入自己 是投资制作的第一部戏 那他会不会在演戏方面 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在拍秀的时候 还好 还好 他比较在意我的这个伙食好不好 其他的还好 所以还好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认识很久了 然后以前我们一般合作过 所以彼此之间也 也有很多的默契了 所以 演戏起来是 是没什么障碍 也不需要太多的沟通 因为刚才那个 毛泽震就说说 那个林兴如在片场会很严厉的 对他说这个不好 不能这样演 你会不会就在 拍这部戏就发现 林兴如会变得很女强人 他不会对我这样 因为他可能对年轻人比较会 我有点大 那那个你说他很关心伙食 那就是说在那个片场 这种很细节的东西 他还会管吗 反正就是我拍过第一次 真正杀青的时候 我收到一束很大的花 我觉得他对 可能他自己本身是演员吧 所以他对演员是 特别特别照顾的 所以我觉得挺窩心的 也非常开心 他有这么好的成绩 那年底会不会就是 犹豪一下 你就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 就要一起去玩 或者怎么样 我不是他们公司的 应该不会 不会犹豪我 也还没有给你 大家去邀请 没有 谢谢 我想请问家后电话 因为你本身 其实非常少出席 这种颁奖便利的活动 为什么这次会出席 那个优酷的颁奖面 就刚好趁这个机会 也可以跟一些 喜欢我的影片 刚好见见面 比赵也很少有这个机会吧 所以刚好趁这个机会 也可以上台收养去 对他们的感谢 算是对他们的一种回馈吧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像近期年你的主要的作品 还是以那个古装剧为主吗 就是以后还会去接一些现代的机会 会啊 还是对现代剧很感兴趣 如果就古装 怎么讲 暂时没有什么新的灵感 跟想法 希望有多一点的时装 时装剧可以发挥 否则以后 真的 那个 如果不输成古装的话 观众都用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平平的出演古装 不会就怕被定型吗 也还好 其实就是 都看剧本 如果古装有好剧本的话 当然是没问题的 那你接系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自己要觉得有趣 自己要觉得有新鲜感 有挑战 还有就是 合作的对手 感觉要挺良好的 起码要像诗诗这样 合作的 你觉得在两位心中 2011年的红人有什么 2011的红人有很多 就在你心中 你觉得就是 变成人吗 杨幂 小米 还有 四爷 五七楼 八爷 正家一 我觉得他们都是 你觉得红人的标准 是他们 他们有一定 就是让 很多朋友有一定的 认可度 不只是认识 是认可度 我心目中的 有诗诗吴奇隆 因为吴奇隆 诗诗我们是 前年一起合作的 吴奇隆现在跟我一起合作 所以一定是他们两个 在我心目中最优秀的 那你觉得 有红人的标准 首先他的领带 要稍微红一点 那我应该也算 谢谢 好 谢谢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下一集将已经到场了 谢谢二位 谢谢 再次恭喜二位 获得的奖项 给你朋友一定要拿麦皮吧 那个要收进来的那个声音 它不一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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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